今天去Costco买了1670元 印象中是这阵子买过最低价的一次 买的比较少 因为也没有什么要买 是因为今天我们去巴黎的金鱼公园那边陪孩子玩溜滑梯 还有荡秋千 然后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就去靠近那个巴黎的 就是北口的Costco 在何信医院的旁边那一间 跟平常逛的新装Costco有点不太一样 它就是一层楼 对一层楼而已 就一层楼里面都有 像Costco新装的 它是要下去下面才是有生鲜食品那些 那我们这次买的是这个玉米牛汤洋芋片 因为它有给我们试吃 然后我们就觉得吃起来味道很好 然后又打着145元再扣30元 所以就是115元 总共有500公克 刚刚回来的时候 看电视就跟他姐妹一起吃了 所以打开过了 它就是咸咸甜甜的 咸咸甜甜的那种玉米浓汤的味道 再来我们还买了这个葡萄干布里欧面包 它是三个一组 就是小朋友的早餐啊点心啊 或是宵夜都可以吃 一整大块的 然后让自己切 刚这个已经切过了 我就是用锯齿状的刀子 切成一片一片的厚度 然后小朋友直接拿一片就可以吃了 刚刚我有试吃一片 它很松软很柔软 然后还有葡萄干的味道很好吃 198元有三个 再来是这个全籽鲜乳 今天也是有试喝 平常不太敢买 因为小朋友不适合这一排克林的 他们不适合福乐的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 一买这么大餐 小朋友不喝就有麻烦 那今天刚好他们有试喝 所以小朋友喝了之后可以接受 就直接买了 没有打折 就是229元 总共有24 24小包 它是写高盖 优选核桃 天然燕麦有益生菌 它的品名就是 克宁核桃燕麦牛乳 算是薄酒乳的那种 零色素零香料 零色糖的 还有白吐司900公克 白吐司也是 还有什么早餐啊 点心啊 宵夜都会吃的 就直接用那个 我们有一个小V的那个 烤吐司的直接夹下去 就里面涂一涂就可以烤吐司了 这个吐司是900公克37元 还有个薯饼已经放在冷冻了 这一个 这个薯饼就是煎一煎啊 就可以给孩子们配饭这样子 再挤一点番茄酱 119元 是加拿大进口马铃薯饼 还有再买这个驴利白羊菇500克175元 它是长酱的 刚刚我就已经用掉半盒了 因为一回来孩子就很饿了 逛完Costco回来就很饿 然后我就煮了这个 意大利面番茄意大利面 最后那上次我在Costco买了那个 一罐一罐的番茄酱 就是一罐一罐的那个原汁番茄 它里面就没有什么调味 里面就全部是天然的原型食材的番茄 做成一罐一罐的罐头 然后我就开一个罐头 再煮意大利面 还有这个菇还有青江菜 还有美生菜 这样子煮成一个番茄意大利面 很大朵 这我好像在新装Costco没有看过 所以就买了 还有一个是鲜香菇 这就每次在Costco 它在新装夹肉 新装和Costco会买的 这个是鲜香菇139元 600克的 它是产销临利的 也是蛮大朵的 我觉得北投的Costco 有些东西 但新装Costco没有 像今天我有看到那个Tree Sprout的收纳箱 然后还有一些 Iris的透明的抽屉 收纳的抽屉 北投Costco才有 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新装Costco没有逛到 那它有一个就是这个可乐啦 零卡的可乐 359元32入 零卡可乐 这里 就刚刚 把它已经和掉一瓶了 它说一罐很便宜而已 就是359除以32入 好像十几块吧 好今天就是我们买的这一些东西 算是比较少的一次 1670元 下次再来分享 我们在Costco又买了什么好东西 拜拜